凤九房中所有典籍都是同东华帝君有关 所存储的画像都是东华帝君的肖像 而且对自己特别好 这一切都向文昌说明 凤九深爱他的夫君 东华帝君 但文昌没有想过 为了驻东华帝君 凤九竟然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顾 进入了星光节界 凤九现在的修为还没有飞升上仙 三万年前的修为肯定比现在还要再低微一些 可笑凤九却不自量力 想要去星光节界去帮东华帝君 但据文昌所知 星光节界只能是开设者能进入 文昌看着滚滚 不解的问 女君进入了东华帝君所设的星光节界 滚滚点了点头 解释道 父君当年没有出席同九九的婚宴 九九为此而误会了父君对他的情意 父君为了向九九证明自己对他的情意 特意剖心 用自己半颗真心做了一枚琉璃剑 就是九九整日戴在左手食指的那枚琉璃剑 那是滚滚的父君用自己半颗真心做的 有父君的半颗真心 九九自然可以进入父君所设的星光节界 因为自己的父君没有出席同自己的婚宴 而恼怒自己的夫君 这也说得过去 但东华帝君没必要因此而剖心吧 而且 东华帝君真的愿意为凤九剖心 但如果没有东华帝君的半颗真心 那凤九如何进入星光节界 还有一个疑点 如果说当年凤九带着东华帝君的半颗真心做的琉璃剑 入了星光节界 是因为当时东华帝君还未语化 那等东华帝君语化后 为何那没用东华帝君半颗真心做的琉璃剑还在呢 文昌看着滚滚 狐疑地问 文昌听说 一般仙者语化后 这仙者的先生一切都会化作烟尘 为何女军手中那没用东华帝君半颗真心做的琉璃剑还在呢 提起此事 滚滚特别心疼自己的父君 因为他也曾经问过仲林这个问题 崇林给出的答案 让滚滚印象深刻 看着文昌 滚滚缓缓地说 当年 父君是先师法 将自己先活的半颗真心琉璃化后 再用仓和剑剖出来 最后做成琉璃剑 所以那半颗真心不会随父君与化而消失 听着滚滚的简单描述 文昌心里已经感觉到痛意 可见东华帝君当年所承受的痛楚会是怎样难以承受 文昌原以为 东华帝君对凤九的情意并不深 但听滚滚这样说 他感受到东华帝君对凤九也是情真欲切 建文昌没有再提问题 滚滚继续说 妙宜人留下的灼溪太过凶猛 父君和九九经过同渺落一场大战后 元气大伤 特别是九九 对渺落伤到前胸要害 伤及先缘 如果不是父君 九九在星光节界破灭之前就已经愈化 凤九自身的修为不高 加上要对付的又是有史以来最强最凶灼西化成的魔尊 受伤肯定是在所难免 已经伤到先缘 还在星光节界里 那凤九还能活下来 最终竟然是东华帝君语化 听到滚滚后面的叙述 文昌才大致清楚当时的情况 文昌依然认为 凤九不应该进入星光节界 到最后倒成了东华帝君的负累 当年 父君为了保存九九 不惜将自己不多的修为度给九九 让九九得以活下来 然后在星光节界破灭的时候 以自己的肉身护着九九 而自己最终羽化了 因为星光节界破灭的威力巨大 九九虽然保住了性命 也沉睡了近千年 虽然文昌之前听滚滚说了一些 已经猜到一些 但他并不能猜全整个故事 文昌猜想东华帝君会将自己的修为度给凤九 续其性命 但文昌并不能猜出东华帝君竟然用自己肉身护着凤九 最终羽化了 而凤九也因此沉睡千年 文昌在凤九房间看的关于东华帝君的记载 从未提及凤九进入星光节界 也没有提及东华帝君将自己的修为度给白凤九 也没有提及东华帝君是因为护着自己的妻子而羽化 想必这是天君为了保护白凤九 避免他被四海八荒的先者唾骂吧 但东华帝君要护着自己的地后 即便自己与话也无可厚非 文昌觉得 东华帝君置不起走得太险 星光节界威力巨大 东华帝君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 肯定没有失诚把握 保证凤九可以安然无恙 但对于东华帝君而言 他想要在星光节界破灭的那一刻 保住自己性命的把握 比起保住凤九的性命的把握要高 但东华帝君却选择了一个让门昌不解的决定 当知道这些事后 滚滚才觉得 其实父君对九九的情谊并不比九九对父君的情谊要浅 生死对于父君和九九而言 简直不值一提 父君领雨化时 曾跟九九说 他会回来 让九九等他 所以 这三万年来 九九一直在等父君回来 九九昨晚跟文昌说的话 其实就是对父君太过思念 所以 文昌别放在心上了 听滚滚的解释 文昌终于明白了 东华帝君的不一样的选择 他之所以铤而走险 也是因为太爱凤九 到最后 文昌不得不承认 他昨晚的判断是错误的 原来东华帝君对凤九的情谊是这样深厚 即便是尊神 为了自己的妻子 不惜剖心流离戒 更为了护着自己的妻子而最终语化了 如果崎崎山并无要事需要处理 滚滚希望文昌能考虑留在清秋 即便文昌相貌跟父君极其相似 但九九并非建议四千之人 以九九对父君的情谊 当他发现文昌并非父君的那一刻 便会将文昌当一般异性对待 既然文昌胸膛并无疤痕 想必文昌也不是父君所脱生 既如此 文昌何苦忧心久久会吃禅于你 文昌听到出滚滚最终挽留自己的理由 奉九三万年钟情于东华帝君 如果自己不是东华帝君 他也不会理睬自己 滚滚对他的父君 东华帝君也太过看重 而小瞧文昌滚滚甚至在试探自己 如果自己胸膛没有疤痕 那自己何必急于离开 自己急于离开 正好证明自己身上有疤痕 才急于离开清秋 见文昌沉默不语 滚滚知道他需要时间考虑 将手中茶杯的茶一饮而尽 将茶杯割下后 滚滚看着文昌 道不打搅文昌歇息 滚滚就此告辞 说着便转身离开 滚滚的话比启凤九更加有深度 被滚滚方才的话刺激到 文昌想要证明自己不比东华帝君差 特别是他知道自己 极有可能是东华帝君的脱身后 更加想要向自己证明 自己不比东华帝君差 不管是什么方面 世间唯有实力最可靠 在修为方面 文昌自然不允许自己比东华帝君要弱 而在体验世间巴苦方面 文昌似乎也不想自己落于东华帝君之后 看着滚滚远去的背影 文昌缓缓地回应 滚滚的意见 文昌自会考虑 听到文昌的回应 滚滚停顿了下来 他听得出文昌似乎被自己的话给说动了 滚滚并不急于知道结果 因为他感觉文昌应该会留下来 好 滚滚等你消息 说完这句话 滚滚便离开了客房 凤九把刚做好的栗子膏放在石桌 正准备去换滚滚和文昌 抬头发现滚滚已经出现在起居室了 凤九朝滚滚身后看了看 并没有发现文昌 往日都是文昌和滚滚一起出现 今日怎么没有看到文昌 难道文昌已经离开了 凤九心中一沉 看着滚滚 急切地问 滚滚 文昌呢 滚滚发现娘亲的眼睛红红的 想起昨晚隔着墙都听到娘亲的哭声 可见娘亲当时哭得有多伤心 滚滚心疼地看着娘亲 问道 九九昨晚没有休息好吗 凤九现在满心满脑都是文昌 他的目光一直都停在滚滚身后 怎么文昌还没有出现 难道真的不辞而别吗 凤九没有理会滚滚的问话 担忧地说 你刚过来的时候 没有看到文昌吗 想起方才同文昌的对话 滚滚正要告诉娘亲一个天大好消息 让她开心开心 可是滚滚还没来及说话 却再次听到娘亲声音难道文昌不辞而别 话音刚落下 娘亲竟然一下子坐了下来 神情十分落寞 凤九看着眼前的栗子高 伤心地说 她走了 下次再见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她怎么就不辞而别呢 一起用个早膳再走也不迟啊 滚滚正准备安慰娘亲 耳边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听声音是文昌来了 滚滚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让文昌看看娘亲有多在乎她 所以滚滚只是停在那里 任由娘亲自顾自的伤感 文昌来到滚滚身边 看到凤九正看着石桌上的糕点 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 嘴里还说着些什么话 我应该先去看看她 再做早膳的 我原以为她会和我们用过早膳才离开 站在滚滚身旁一会 听了凤九说了几句话 文昌就已经知道什么回事了 可是文昌方才已经跟滚滚说过了 难道滚滚没有跟她娘亲说吗 文昌看着滚滚 又看了凤九一样 舍了一个眼色 眼神问滚滚 女精她怎么了 滚滚看着文昌 耸了耸肩 眨了眨眼 一副我也不清楚的表情 文昌没有理会滚滚 静止来到凤九身后 静静听她说什么 竟然连自己来了那么久 她也没有发现 凤九依然沉浸在忧伤的情绪之中 垂头丧气的低声自责道 我怎么那么笨 怎么就没有想到她会不辞而别呢 忽然凤九猛地站了起来 朝滚滚说 不行 她应该没走多久 我去追一追她 说着凤九取出一个布袋 装了一些糕点 就要往门外飞奔 凤九的话还没有说完 抬头看到滚滚朝自己使眼色 但凤九并没有理会滚滚 照旧往起居室的门口方向走去 一边走 一边说 滚滚你吃了早膳 先去学熟 我去送医送文昌 记得给我向夫子告假 见娘亲一直没有注意到她身后的文昌 滚滚又给她使了好几个眼色 发现滚滚的异样后 凤九缓缓转身 惊喜地发现文昌正在自己的身后 再次见到文昌的那一刻 凤九以为自己看错了 正正地问身边的滚滚 滚滚 我又没有看错 为什么我看到文昌在那里 娘亲又将现实和梦境搞混了 滚滚暗暗叹息一声 道 久久没有看错 文昌确实在那里 当凤九回头看自己的时候 文昌首先注意到 她双眼依然残留一些 昨晚哭泣过的痕迹 这让文昌想起昨晚的情景 滚滚离开后 文昌坐在茶几前坐了好一会 才从陈思总回过神来 喝了一杯茶后 文昌发现自凤九房间传来的哭泣声音 不知道何时已经停止了 凤九是走的时候是虚实出客 滚滚离开的已经害时莫刻 文昌粗略估计凤九哭了大概一个半时辰 凤九忽然停止了哭泣 让文昌忽然警惕了起来 她会不会做出什么事 凤九已经把自己当成了东华帝君的脱身 自己离开 而东华帝君也不能兑现给她的承诺 那凤九等待三万年的梦想就要落空 以凤九对东华帝君的情谊 她会做什么 文昌心中一急 她本可以用神识探测凤九 但她却没有 静止潜入了凤九的房内 到处查看后 发现凤九正宜动不动趴在窗前的积案上 文昌飘然来到窗前的积案旁 看到橘黄色的灯光下 凤九趴在窗前睡着了 因为哭得太久了 即便睡着了 凤九偶尔还会抽气一两声 文昌低头看着服安的凤九 见她两道眉毛微粗 眼睫毛甚至还挂着眉干的泪水 脸颊两行明显的泪痕 不时还会喻喃两句 似乎睡得不安稳 文昌不明白 为什么凤九会如此执着 即便已经过了三万年了 凤九现在还这样爱着东华帝君 那三万年前 又是如何深爱她 文昌发现凤九的正前方正是她的左手 似乎凤九临睡之前 正看着手上的琉璃界 随着目光定格在凤九手上的琉璃界 莫名地痛意自文昌心比由然而起 难道这颗界真的是东华帝君犯科星座的 想起滚滚的话 文昌好奇 尊神东华帝君 非但为了凤九剖心 更为她而语化 滚滚告诉文昌这事 简直颠覆了文昌对东华帝君的认知 东华帝君和凤九之间的故事 确实让人动容 更加引起了文昌对于爱的思考 爱究竟是什么的感觉 凤九为了爱 敢于冒着生命危险进入星光阶界 三万年苦苦等待她 且为她而语化的东华帝君 即便东华帝君这样的尊神 最终也敢于为爱而剖心 而语化 文昌从未体验过爱一个人的感觉 也不明白被爱又是什么感觉 文昌想起了凤九方才跟她说的话 迷一人在崎岖山 要按时用善 按时歇息 不要太逞能 只想着要提升自己修为 而让自己太过劳累 凤九的这些话 表面上都是日常的嘱咐 实际上是认可了自己成就 都是靠自己努力 而且 文昌也在思索 这算不算是凤九对自己爱的表现呢 凤九会不会如同对待 东华帝君那样对待自己 凤九是文昌唯一感兴趣的异性 考虑再三 文昌最终决定留在青秋 抱起凤九的那一刻 文昌觉得虽然自己和凤九差不多高 但抱凤九对她而言 比起想象中要容易 文昌低头看着怀里的凤九 似乎她并没有发现自己被别人抱起 幸好青秋比外界要安宁 否则像凤九这样大意 不知道要死多少回 文昌看到凤九竟然问滚滚 有没有看到自己 知道她又在犯糊涂了 文昌入无其事地坐了下来 拿起一个栗子膏 慢慢地平了起来 见文昌飞弹会动 而且还拿起自己刚做好的栗子膏品尝起来 凤九觉得如果是梦境 不会这样的 文昌确实在自己跟前 凤九朝文昌走了几步 狐狸地问 你怎么在这里 你不是已经离开了吗 我正准备把这些糕点拿给你半路用说着 凤九朝文昌挥了挥手中的布袋 文昌抬头看着凤九 但当地道 自从品尝了女军的厨艺后 其他人做的膳食 文昌已经无法看得上 既然是女军的美食让文昌上瘾 从今往后 女军就要对文昌的膳食负责到底 凤九皱眉看着文昌 她并不明白文昌这是何意 见娘亲依然迷迷糊糊 滚滚走到石桌 拿起一个栗子膏开动了 凤九看着文昌和滚滚若无其事地吃着栗子膏 她细细品味文昌的话 从今往后 女军要对文昌的膳食负责到底 这不是说 她要一直吃自己的膳食吗 是让自己跟她去崎岖山的意思吗 昨夜还那样决绝的文昌 今日怎么就松口了 看着文昌 凤九不解地问 文昌 你是让我跟你去崎岖山的意思吗 自己说得那么清楚 怎么凤九还不明白呢 文昌抬头看着她 问道 女军会跟文昌去崎岖山 文言 滚滚紧接起来 虽然她知道文昌只是试探娘亲 但她也好奇 娘亲会不会跟文昌离开青秋 去崎岖山 看着文昌和滚滚 文昌让自己去崎岖山 而滚滚会不会跟自己一起去崎岖山 如果滚滚不去崎岖山的话 那岂不是要让凤九从他们两个之中选一个 这实在是太难抉择了 滚滚已经三万岁了 青秋有米谷照顾 就算自己不在 也不会有事 而且 滚滚将来要继承东华的太成功 文昌还没有想起自己是谁 好不容易她答应让自己跟去 可是自己是青秋女军 不待在青秋 山长水远去崎岖山干什么 给文昌做膳食 那自己可以多点往返青秋和崎岖山 同时兼顾滚滚和文昌 还能尽青秋女军应尽的义务 见凤九一声不吭 文昌以为她觉得她要拒绝自己 谁知答 下一刻却听到凤九说 那我去收拾一些衣衫 同你一起去 但我会经常回来青秋 因为我放心不下滚滚 而且我是青秋女军 我要对我的臣名负责 文言 文昌和滚滚对视了一眼 二人想不到凤九竟然会如此轻易 就应充了文昌的玩笑问话 滚滚率先发话了 九九 你真的要跟文昌去崎岖山 崎岖山山是险峻 多有走兽出没 你不怕再遇到赤岩金一兽之类的妖怪吗 凤九摇了摇头 道 不怕 而且文昌不是也在吗 他会帮我的 对吧 文昌 说着 凤九看着文昌 看着凤九 文昌并未想过 凤九竟然会为了自己离开自己的儿子 离开青秋 自己的管辖区域 见文昌似乎被娘亲所感动 滚滚又补充一句 问 同滚滚相比 文昌更重要吗 听到滚滚的问话 凤九扭头看着滚滚 尴尬地笑着说 都重要 都重要 滚滚和文昌对于娘亲而言 都重要 滚滚 你看 娘亲刚刚也跟文昌说了 我放心不下你 所以会经常回来青秋的 滚滚看了看文昌一眼 又看着娘亲 不跃地道 那娘亲为何不能留在青秋 经常去崎岖山看文昌呢 凤九摇了摇头 认真的说 不行 这样不行 滚滚不解 追问 为什么 凤九一本正经地说 因为 文昌习惯了我的用膳啊 而且青秋还有弥谷管事 但崎岖山呢 就只有文昌孤零零的一人 与滚滚相比 文昌更需要娘亲啊 滚滚看着文昌 发现他的眼底出现了笑意 似乎还有一些瞧不起自己的感觉 滚滚真的不悦了 扭头看着娘亲 道 可是文昌他两万五千岁 都是一个人过来 为什么现在就需要娘亲在身旁 凤九心疼地看着文昌 道 正是因为文昌之前的两万五千 一直都是独自过 如今娘亲才不想再让文昌 像从前那样过得欺轻 滚滚觉得自己像是多余的一般 因为文昌留下来 凤九本来想要告假一日 但文昌和滚滚都不同意 凤九只好用过早餐后 同滚滚一起上了学术 刚才来到学术 几位神君将凤九围了起来 女君 这个热魔就是年终大考了 女君准备得如何 对 女君可是已经开始温习了 如果不是这几位神君的提醒 凤九都要将这事给忘了 这几日 凤九都在想着文昌的事 都没有心思考虑其他 前几日 实际给的那一份手抄 凤九压根就没有看过 凤九估算了一下 还有二十多日 这段时间努把力 应该可以把上学年所学的课业给温习一遍 看着几位神君 凤九摇了摇头 说 没有 没有 那就太好了 正好在下也没有温习 不如刻后在下与女君一起温习 女君 你千万不要同她一起温习 她的功课不见得好到哪去 你说谁的功课不好 谁回应我 我就说谁 你别以为我怕了你 说着 那位神君就推了对方胸口一下 谁怕谁 另外一个神君也不示弱 用肩膀顶了对方一下 请客之间 这两名神君竟然为这事打了起来 健行事不太好 凤九连忙劝阻已经动手的两名神君 你们别打了 快别打了 这事与女君无关 我忍她许久 别以为你有法器我就怕你 咱俩现在就比试比试 言语间 两名神君就已经比试了起来 在一旁的神君并没有理会那两名打斗的神君 反而笑意盈盈的跟凤九说 女君 别理他们 在下这几日已经将年终大考的知识点都温习了一遍 相信必定可以助女君一臂之力 凤九正要说些什么 看到不远处有一道白影正往学术走来 看那身形 凤九知道来者正是夫子齐心 凤九连忙朝身旁的几位神君道 提醒道 夫子就要来了 你们休要胡闹 那三位神君看了看远处的夫子 面面相去地信心离去 刚刚下课 那三位神君又朝凤九围了过来 凤九一闪身 丢下一句 凤九认为 几位既然都认为一起温习更加有效 何不三人成群 一起准备月末的年终大考 凤九还有要事 就不奉陪了说吧 凤九便和不远处等待她的滚滚快步离开了学术 往狐狸洞直奔而去 才走了几步 一个手指折扇熟悉身影偏然出现在不远处 成玉元君 滚滚最先发现了成玉 拉了拉身旁的娘亲 是一他注意不远处的成玉 成玉似乎在想事情 听到滚滚的声音后 将手中的折扇一收 看着凤九和滚滚笑着说 凤九 滚滚 你们终于回来了 看到成玉 凤九第一时间想起了前日的事 他快步走进成玉 说 成玉 你何时来的 才靠近成玉 滚滚便问 成玉元君今日来清秋 莫非是已经将文昌飞升上仙知识查清楚了 成玉拉着凤九的手 扭头看着滚滚 点了点头 道 正是为了这是来的 凤九急切地问 怎么样 成玉查到了什么 成玉摇了摇头 道 其他并没有查出来 但能确定的是 文昌确实是五千年前就已经飞升上仙 只要确定文昌确实在两万岁飞升上仙 那文昌是东华的脱生的事 基本上是可以确定下来了 凤九看着滚滚 激动地说 我就说嘛 文昌就是你父君 我的感觉不会有错的 滚滚笑了笑 扁了点头 说 九九最清楚父君的一切了 话比 滚滚扭头看着成玉 问 那当年文昌飞升的时候 丛林没有发现文昌长得跟父君一样吗 成玉皱了皱眉 看着滚滚 摇了摇头回应 没有 凤九不解 追问 没有 这不可能啊 崇林随次东华那么多年 很熟悉东华才对 怎么可能没有将他认出来呢 成玉忙着解释道 不是仲林没有认出文昌 而是他当年阿根就没在青云殿上 凤九追问 崇林怎么不在青云殿上呢 崇林不参与青云殿朝会 难道是因为天君交代了仲林做其他事 崇林每隔半年会到青秋拜见滚滚 将半年来泰成宫内大小事情向滚滚汇报 滚滚记得几年前 有一次 崇林曾经提及 天君要从泰成宫戒掉一部分神军到前方支援天族部队 如果崇林自己一人能做的 肯定是瞒住滚滚揽下天君所交代的事 但涉及到要戒掉泰成宫的神军 动摇泰成宫根本的事 崇林当然不敢自作主张 所以才跟滚滚去任后才敢回禀天君 原来父亲不在 天君给泰成宫加了不少额外的工作 崇林肯定是见自己年幼 没有同自己提及这些事 所加见娘亲那么焦急 滚滚看着成宇 问 难道是因为近年来神魔大战之事 成宇叹了一口气 看着凤九道 自从星光结界后 四海八荒之导帝君 发现自己说的不太恰当后 成宇停顿了一下 才接着说 魔族趁着帝君不在 开始横行 特别是近一万年来 四处出现了不小规模的骚乱 自从叶青梯熟悉主持青云殿朝会后 崇林就没有从旁协助叶青梯 所以文昌当年肥生 崇林根本没在青云殿 凤九看了看滚滚一眼 见凤九和滚滚没有接话 成宇又说 前日我去找仲林 他本来急着想要过来青秋见一见文昌 只是等叶青梯从众多仙者非仙荡 暗中找到文昌的档案 花了不时辰 为了安全起见 趁叶青梯在查档案的时候 崇林又找了七驱山的山神 要了一份山神日志 七驱山山神日志 这涉及到东华为什么会以文昌的身份 出现在自己眼前 凤九看着成宇 关切地问那七驱山山神日志 可曾有什么线索 成宇看着凤九 缓缓介绍 根据七驱山山神日志记载 两万五千年 七驱山中林玉秀的文昌洞 忽然出现一灵胎 吸收了天地灵气 日月精华 逐渐化为人形 从上古典籍 凤九知道东华年幼时 也是吸收了天地灵气 而化作灵胎 所以文昌的成长历程 跟东华确实惊人的一致 随着凤九的思索 耳边继续传来成宇的解说 这灵胎自诞生之日起 修炼速度迅猛异常 七驱山山神见文昌 除了同自己洞府附近的妖怪打打架 并没有做什么为非作歹之事 就没有如何理会 任由其修炼长大 随着成宇的威威道来 滚滚更清楚文昌的生平 但还有一个一点 随即又问 那七驱山山神 是否有做三万年前 附近开启星光节界时的日志 看了看滚滚 凤九清楚了滚滚所考虑的 既然文昌是在两万五千年前化作灵胎 在那之前 七驱山是否有什么异样 这样就能说明 为何东华在三万年语化 而文昌则在两万五千年诞生 见滚滚和凤九都看着自己 成宇摇了摇头 道 七驱山山神日志显示 帝君当年在范英谷开启了星光节界时 七驱山并无任何一样 并无一样 滚滚虽然不太相信 但山神日志既然是如此记载 想要考究也不容易 毕竟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 滚滚叹息道 如果可以驱动父君的妙华境 那滚滚就可以查看文昌的来历 成宇安慰滚滚道 既然文昌确实是两万岁飞升上仙 那基本可以确定文昌是帝君 是滚滚的父君了 听到这个结论 滚滚心情自然有点复杂 虽然滚滚一直清楚 文昌极有可能是自己的父君 如今更加多的证据证实这是真的 滚滚心里自然会开心 只是不免也有一些疑郁 想起昨晚文昌提出要离开 凤九看着滚滚 摇了摇头 道 滚滚 此事不要追查下去 那五千年想必是经历不少苦痛 才让东华忘记了过去 只要他回来 不管是以东华身份还是文昌身份 娘亲已经很知足 诚欲不解地看着凤九 道 难道你任由帝君忘了你 滚滚清楚昨晚的事 自然清楚娘亲的意图 但滚滚必定会追查下去 只是瞒着娘亲继续查下去罢了 看着娘亲 滚滚点了点头 因应道 凤九将前晚自己和文昌提起东华为他剖心 但文昌不承认自己胸膛有疤痕 以及昨晚文昌提出词别 和今日清晨文昌忽然同意了留下来的事 同承玉大致说了一下 听完凤九的话后 承玉惊呼一声 遭了说着 便拉着凤九的手往狐狸洞快步飞去 凤九和滚滚不明所以 但还是随着承玉的步伐往狐狸洞走去 路上 承玉告诉了凤九和滚滚 原来他是同龄宋和众林一起到青丘 承玉知道凤九和滚滚要上学术 所以就来了学术 而恩宋和众林则记挂文昌 禁止去了狐狸洞 凤九担心连宋和众林再次跟文昌提起东华的事 再次让文昌离开 一声不吭往狐狸洞飞去 今日晨时出课 凤九母子离开后 文昌独自在狐狸洞里先挨无事 随手拿洞中珍藏的点集翻阅了起来 不知道多久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入了文昌的耳里 听脚步声 文昌知道有两位修为不弱的仙者正往狐狸洞靠近 几个呼吸之间 尼谷的声音响起 尼谷见过连三殿下 文言 文昌心中一正 连三殿下 难道是天君的三儿子 连宋 四海水君之职 乃是八荒至高的水神 他怎么出现在狐狸洞 凤九的姑姑白浅是天君的三媳妇 那连宋童凤九也算是瞻青带故 他出现在此 也说得过去 尼谷不必多礼 一个难逼音响起 尼谷又是一个陌生的声音 尼谷的声音 崇林 你不是两个月前才来过青秋吗 今日跟三殿下一同来访 是太成功有急事吗 文昌并不认识崇林 但听到是太成功来的 他大致猜到这个人应该是来找自己的 因为前几日有一位成玉元君 自久重迁来青秋 太成功并无事 只是前日听成玉元君说起 青秋来了一位文昌仙者 相貌长得跟帝君 忽然洞外声音变小 文昌一时没有听清楚 但文昌已经猜到了后面的内容 正当文昌思索之际 耳边传来了一阵嘈杂的脚步声 伴随一些对话 尼谷的声音 三殿下 崇林 这边请 尼谷 你家女君呢 还有滚滚呢 听声音 文昌知道说话的是连颂 尼谷的声音 回三殿下 女君和小殿下去了学术 还未回来 说话间 文昌眼前已经出现了三个身影 当先一位身穿鹅黄色衣裳 手指一折扇 走路异常优雅 这一位 文昌才得出他就是天君的三儿子 连颂 跟在连颂身后有两位神经 其中一位是迷顾 另外一位则身穿浅灰衣上的神君 这一位 文昌判断他就是来自太成功的重灵 这三位 自出现在文昌视线里后 他们的目光一直都停留在文昌身上 文昌自然见怪不怪 若无其事地看着一众三位 尼谷看了看连颂 又看着文昌介绍 文昌仙者 这位是天族的三殿下 连颂连三殿下 文昌朝连颂拱了拱手 道 连三殿下 幸会 尼谷看着连颂 介绍 三殿下 这位就是文昌仙者 连颂上下打量着文昌 好半天才说 你是文昌 怎么长得跟东华帝君如此相像 文昌看着连颂弹幕地道 连三殿下见相 相貌虽相似 但文昌并非早在三万年前羽化的东华帝君 帝君羽化的时候 文昌甚至还未出生 且不说相貌 就连仙泽 神情 动作 语气都与帝君如此相像 连颂正了正 摇着折扇 微笑道 文昌跟东华帝君长得如此相似 想必与帝君有渊源 对于连颂的话 文昌并没有如何回应 只是冷冷地瞥了连颂一眼 就不再理会连颂 文昌发现在连颂身后 那位身穿浅灰色的青年 一直都盯着自己看 眼神中多有探索之意 看下来 看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